全唐诗卷一三五二三 过荣上人兰若 岂无前 山头禅室挂僧衣 窗外无人稀鸟飞 黄昏伴在下山路 却听钟声连翠威 全唐诗卷一三五二三 过荣上人兰若 岂无前 山头禅室挂僧衣 窗外无人稀鸟飞 黄昏伴在下山路 却听钟声连翠威 这首诗写诗人上山死 仿有不欲 却被山中优美自然景色所吸引 因而尽兴欣赏 通过山寺里挂着僧衣的细节 点明了有人身份居处 也巧妙暗示有人不在禅室里 写得干净利落 四句 四句指出窗外无人 也是静悄悄 只听见 溪流水潺潺 溪上有各种鸟飞来飞去 第三句 黄昏伴在下山路 省却了主语 暗示诗人 尽管仿有不欲 却兴致未减 已在山顶佛寺 周流 大半天 下山路 说明此刻诗人 正慢慢沿着山路往回走 伴表明 半路的风景也很优美 让自己把半个黄昏的时间 都消磨进去 却听钟声连翠威 不仅起到转折 巨异的作用 还只联想到诗人 门中回首驻足的状态 宁身倾听悠扬的碗中 在深山里荡漾萦绕 所以他把连字 听觉和脆微视觉 勾连在一起 传达出诗人独特 而又自然的感受 描绘了暮色苍苍中 脆色千虫的山景梅岭 而荡漾山林 经久不息的钟声 又给这幽深秀丽的山林 增添了敬意的气氛 诗人流连望返 迷连山林的深情 就从这幅山景画中 透露出来 其屋前唐代诗人 自孝通 渝州人 公元726年 唐玄宗开元14年 近世吉地 曾任左石仪 中著作郎 其诗洗写方外之情 及山林孤寂之境 流露出追目隐异之意 全唐诗存其诗26首 黄昏伴在下山路 却听钟声连翠威 感谢观看